嗯,这个真的好好吃 根本填不下来 这次做的是间谍国家家里头的这款小饼干 约尔第一次搬过去和安妮娅他们一起住的时候 黄昏亲手做了这个小饼干 安妮娅很自信地说 自己也帮忙了呢 结果被黄昏无情拆穿了 饼干我做了基础口味和 焦糖海盐口味 先来熬一个焦糖海盐酱 砂糖里加入一点点清水 熬煮到颜色变深 奶油加热之后再倒进去 这个状况稍微有一点残烈 一定要用大一点的锅 不然就很容易溢出来 加入海盐之后呢 再熬煮一小会儿 让它稍微变浓稠一些 焦糖酱温度降下来 在50度左右的时候 我们把黄油给加进去 这个颜色很像巧克力酱 做好的焦糖海盐酱 是这种浓稠丝滑的状态 再来做原味饼干 黄油软化之后加入糖粉拌匀 再加入一个全蛋液和一点点香草糕 蛋液打散之后 给它分两次加进去 拌匀之后把低筋面粉和杏仁粉也倒进去 面团用保鲜膜包起来 然后冷藏一个小时 饼干厚度在3毫米左右 后面还会再加入乳酪夹心和果酱 这个花边模具的大小是5厘米 刚好是我想要的那种饼干宽度 然后你可以在饼干中间 用你任何喜欢的形状做出一个造型 面团拿去冷藏30分钟左右 这样会方便取下来 170度烤20分钟 表面微微上色就可以了 再来做焦糖口味 黄油软化之后加入糖粉 这里我还加了一点点红糖 可以增加香味和色泽 然后加入焦糖海盐酱 给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少量奶油拌匀 最后把面粉倒进去 面糊做好之后放入裱花袋里 我这里用了一个大号的8尺裱花嘴 面糊挤出来是种很漂亮的玫瑰花造型 别忘了再挤上一些长条形状的小曲奇 170度烤15-18分钟左右 最后呢是这个小月牙形状的小饼干 把面粉杏仁粉以及红糖和糖粉 全部倒入料理机里 给它搅匀 加入冷冻边硬的黄油 还有冷藏以后的焦糖酱 因为用的黄油是冷冻之后的 所以做出来的饼干会偏脆一些 搅成团之后用保鲜膜包起来 冷藏大概一个小时再擀开 擀开大概5毫米的厚度 然后拿去冷藏30分钟 让面团变硬 圆形模具的大小是5厘米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稍微小一点的模具 就可以得到一个月牙的形状 170度烤20分钟 这个很脆的小饼干就做好了 分享一个超好吃的乳酪夹心做法 真的很简单 室温软化黄油搅拌顺滑之后 再加入糖粉 把黄油打发到这种 微微发白蓬松的状态 把软化的奶油奶酪也加进去 继续给它搅匀 可以再加入一点点香草糕 哇 超级丝滑的乳酪夹心 做好之后装入表画袋里 然后我们来组装夹心饼干 之前做美乐美乐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么复杂的甜品 安妮娅能做出来吗 显然这个饼干她也做不出来 但是安妮娅有一个超爱她的婚爹呀 所以她只用负责吃就好了 再来做一个巧克力酱 巧克力融化之后 直接占取在饼干上 这是我最后一顶点巧克力了 幸好还能做个小饼干 安妮娅家的餐桌上 一定少不了约尔的黑暗料理 不过还好有多才多艺的黄昏 会做各种美食 先来试一下 这个加了奶酪和果酱的 果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然后和奶酪搭在一起也不会腻 吃起来感觉会比较丝滑 这个呢是蘸了巧克力酱的 饼干和这一款是一样的 凝固之后就是饼干外层 加了脆皮巧克力 相比原来就是焦糖味的 再多了一个巧克力口感 最后就是这个月牙形状的小饼干 这个的黄油用量会比较大一些 它的香味会更浓郁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酥脆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一款 焦糖味比较浓的这个 顺身上厨什么 söyle 看